前首相达多士尼那具卷入的一马发展公司舞弊案 昨天进入第十四天的审讯 一马公司前首席执行员达多士尼继续到法庭共证 并爆出目前遭到通缉的大马年轻富豪刘特佐 曾经吩咐他销毁沙特石油公司的相关文件 以免影响那具的政治地位 也是案件第九名证人的杀戮指出 他被告知有关的资料涉及机密和高度敏感 而这些资料是和一马公司以及沙特石油国际公司有关 因此被刘特佐丰富销毁文件 不过他指出因为这节漏查的因素 所以有些文件来不及销毁 此外沙鲁透露 他有保存刘特佐透过电邮传送给他的昙花要点 但他在接获刘特佐的指示后 直接删除对方发给他的邮件 并且没有保留备份 他说刘特佐告知他 纳吉已经讨论并且同意了这些文件的内容